就像我們小學寫作業 寫錯了老師叫我回去改 當然也是應該很正常的嘛 對不對 不能說寫錯了 你沒有依法編歷預算 我們跟你講 你跟我說是老師不對 我希望這杯咖啡 能夠融化你的心啦 不要點到冰了啦 你心裡要喝熱一點好不好 上週五咖啡很多溫暖已經喝過了 本週五希望有更突然的大火鍋 院長我聽說啦 本週五要喝一個溫暖的咖啡 那 那當然我希望這杯咖啡 能夠融化你的心啦 能夠把我們這個立法院的立場 你要了解 那我也希望你不要喝到 不要點到冰了啦 你要心裡要喝熱一點好不好 上週五咖啡很溫暖已經喝過了 本週五希望有更突然的大火鍋 那事實上我們這個 茶館中心告訴大家 這個預算被退回 福利沒了 這個津貼領不到是假消息嘛 那明年網軍民意代表一直在散播假的消息 這個部分你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 網路上的訊息指責說是哪一方面的假消息 你這個要進一步上 所以福利會沒有津貼會領不到這個部分啊 院長你認為呢 你覺得 因為預算整體到目前 對我來講 明年的預算到現在為止就是空的 因為還沒有副委 副委之後 實施審查 就會產生一般性的支出是不會影響的啊 那新增的事項新增的計畫就完全停擺 跟原來的福利原來的津貼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不一樣啊 重點在於新增的 今天 對嘛 明年有很多 不要把這些事情啊 就是用混淆的方式 模糊焦點整個這樣打 帶動這個風向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表達過 我們說預算是整體的 需要能夠實質審查 那當然啊 為什麼 我這樣講啦 就是說我們也退回 我舉個例子 就像我們小學的時候 我們寫作業 寫給了 教的作業 我們寫錯了 老師叫我回去改 當然也是應該很正常的嘛 對不對 不能說 不能說寫錯了 我們 你沒有 沒有依法編列預算 你沒有照著這個 法規來編列預算的時候 我們跟你講 然後你 你跟我說 是老師不對 不過 我們預算編列 制定的過程程序 是有它一定的 行政院負責制定跟編列 立法院負責審議 在制定跟過程當中 行政院有整個整體的考量 那如果說 一個提案或一個法律 就能夠增加一些 這個預算的話 那要立法院幹什麼呢 那以後沒有辦法編預算 以後預算會膨脹到 無法控制 因為今天這個委員會來一個 今天這個委員會來一個 院長你講的都沒有錯 但是我認同 我認同你的論點 但是 立法院也不會 無限上綱的去隨便去編列預算 當然 你們是 你們是編列預算的單位 那我們是審預算的單位 那當然如果我們立的法 如果造成國家的這個財政的這個預算 沒有辦法編列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要主動出來溝通 對不對 當時我們有 希望不要朝那個方向跟結果發展 結果變成 跟原意不一樣 所以會變成現在 此例一開啊 原住民的預算才二十幾億 這會影響嗎 這不是多錢多錢少的問題 而且你要想想看 從三萬塊的補償 一下子增加為六萬 比例上是百分之百的增加 他已經十幾年沒有編列啦 沒有錯 但是也未曾有一項是這樣子 況且 這應該是由行政機關 當時的這個 我們的通膨也好 就是當時的匯率來講 當時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現在錢越來越小 我們只是把它提高對不對 提高 我請問一下 我們原民會 是我也好 你主委還在帛琉玩啊 是 擔任總統特使 參加帛琉 我見過三十多年 我想請問你啦 那你們講到 你的意思是說 不足的錢要用原住民 綜合發展基金來補是嗎 這個在主計總處 有做函事在一百零五年的時候 就是說 有關於進法補償的工作 就是由公務預算 跟原住民綜合發展基金 來對辦來負擔 那不足的部分 未來基金有不服使用的部分 現在基金 基金有多少 我們基金 抱抱歉 我也沒聽 你竟然就是原住民的 那個 那個 發展基金 我們現在還有二十幾億的 二十八億是嗎 我們公務預算編列二十八億 那你進法 進法補償條例就要四十二億嘛 那你們說會 慢慢的說 會如期來 如何來發放 這是你講過的嗎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會合法 那合理的來做 什麼叫做合法合理 就依法的 合理法院的法還是合理 我想行政機關就是依法來 處理我們的證物 那你有編預算嗎 有 公務預算編列二十八億嘛 對不對 是 那你剩下怎麼辦 我們基金有相關的預算 是 你是挪用還是編列 不是挪用 它是在基金 基金只有二十八億 我們的基金管理辦法裡面的 支出的工作項目 就包含金法補償的 這個項目 但是你只有二十八億不是嗎 公務預算二十八億 那我們基金可以二十億來去指引 所以你可以發放就對了 我們會合法合理來做這個工作 我不希望這變成一個詐騙案 好不好 我希望說這個事情趕快 政府不會詐騙 是 好 我想請回 你能夠擅長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編緩積肐肤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敷衍你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 高防曬凝露